走開 走開 請坐 各位 42次 很快 42次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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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這一次不能講師父 這個節目? 喂?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台灣 秋天已經在我們這裡了 天氣真的很好 在頭上不會暗 風吹吹吹吹吹 各位 我們可能要加倍了 不加倍 我就要去以前了 但是呢 台灣算好運 這棋沒爛 好啊 聽到嗎 這棋沒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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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在算好運 你看美國 這個拜的一個大風台 叫作Super Sandy 哇 這很厲害 趕到美國 趕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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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到海陸 世界紅葉 到ững New York 到超越紐約 paste vania 一直到 Gelman 到Canada去 哇 有得厲害 結果呢 124人死亡 哇 這很厲害 在美国大陆市五十四的人死亡 在New Jersey 二三十间 住了之后 这个美国丹银 八百万人没电 哇这很慘!你没电 现在New York 整厨七十八十 七十八十如果没放热 我去 哇 你沒辦法 開始太冷了 所以這樣 大家休休休 要快給我們電 所以有在請求 所以這次開始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在這裡 坐在這裡 這裡好爽 才是很好 台湾氣候 有了熱人 熱人比較熱 三個六度 七度 以外 天氣很好 最近 我讀到一個故事 這是伊朗一個導演 變了一個電鍵 地坪的電鍵 叫做 李加李 頂有五 二教二頂有五 這個故事很大 很簡單 可以了解 就是他這個 老師在上課 在教學生 修學生 黑幫就寫說 李加李頂有五 學生要叫寫 哇 很多學生都寫李加李頂有五 哇 這個老師就看了 叫這個孩子 學生起來 騎到黑幫的頭上 跟他寫李加李頂到多少 這個孩子 我們說的還是高怪 說的還是聰明 他也有一個時候寫 老師說這個孩子怎麼教不得了 我就叫他這個 比較關鍵的學生 來給他寫厚 來給他威脅 說李加李就是五 不是四 這個孩子 想不到 他在政頭上 算了四幾而已 怎麼會五 他就堅持五 那就是這個孩子 他們在黑幫的頭上 恐怕死 因為他沒有學中 這個老師說的 李加李就是五 他要死的時候 倒手兩隻政頭 贈手兩隻政頭 就死幾了 怎麼會五 就這樣死去 所以這個故事 很簡單 但是呢 要說的這個東西 感謝到很多的獨裁國家 包括我們裡面 六十幾年來 所收的教育 就是跟我們說 李加李就是五 沒有啊 你們都是中國人啊 我們是要反共代料啊 說了幾年了 現在自己去反共代料 所以是都跟我們騙的 就是李加李 頂五 沒有 現在我們現在打到裡面 也是李加李頂五 不知道說是死的 我們現在在營業就是說 民國幾年了 全世界都沒有那個民國了 我們還在民國呢 你現在去銀行 疼在床 也是民國幾年幾年 民國已經有 已經有100公圓年了 這都李加李 頂五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要來瞭解 李加李不是五 我們各位檢察 有人會問過 你們是什麼人啊 你是不是台灣人 沒有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有的說沒有 我是中國人 很多人說 他們是日本人 所以 我們在台灣收到的教養 讓我們躲在台灣 土地頂館這裡 會認同 發生問題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啊 我們問你這樣 你還要照幾步呢 所以 現在就是說 我們知道 第一百九五年 有一個野館教養 這是日本的青蛤 中國這邊的青蛤 叫做馬館教養 這就是 青蛤跟日本相台 這個青蛤打書 日本打贏 戰爭這個民間就是說 有一個選戰 國家和國家有選戰 戰爭要結束 一定要簽一個合併教養 所以這個馬館教養還是野館教養 就是戰爭要結束 簽這個教養 這個教養的時候 有說 台灣和平鵝的全分支款 掛入給日本 所以就是說 我們哪裡台灣頂端這些人 就是我們的祖先 一百九五年 滾了百年錢 我們的祖先就是單清國 清國人 變成日本人 日本接受台灣後 讓台灣人兩年的時間 來決定說 你是要做日本人 還是不想做日本人 你如果不想做日本人 你財產賣賣 你可以離開台灣 你如果繼續住在這裡 你就是日本人 有兩年的時間 所以但一百九五年開始 我們就是日本人 日本借 這是我們的阿公阿嬤 又去了那一半 就是日本人 甚至到我 我是一九三六生 那也是日本時代的 所以也是日本人 但是歷史這個東西 是變動的 流動的 它不是政治的 因為到一九四一年 我們知道有一個太平洋戰爭 也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 澳洲那邊是中國打英國 法國那邊 阿嬤這邊是日本打中國 打東南阿這些國家 所以太平洋戰爭開始 日本轟炸金主港 所以美國向日本選戰 然後開始太平洋戰爭 打到開始 日本很壯 當時太平洋戰爭 台灣是日本的土地 台灣有參選 我們這些 可能我們的阿公 或是我們的兄哥 有去參加太平洋戰爭 送去那個藍苗 這個有 但是我們比較少年輩 沒有了解這個東西 我以前也遇到一個七年級的小孩 說小孩是沒什麼 要娶婆 他們問說 在太平洋戰爭 台灣有參加戰爭嗎 他說不知道 我沒見到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台灣是戰爭戰爭 他說不知道 我也沒見到 所以 我們對自己的歷史 就不清楚了 在太平洋戰爭 他叫少年開始了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在那個時候開始定調 台灣人不可以做兵 那時候四年 還不是台灣跟條線 立立於日本的憲法 所以台灣人不可以做兵 去做軍服 但是到一九十五年 四月前因 台灣比日本 立立於日本的憲法之後 他開始定調台灣人去做兵 所以當時有台灣去做日本軍 我們知道有一個 高山祖義勇軍 這就是高山祖 就是現在的這個 官住民 他們去做日本軍 但是他們是既往軍 不是在頂調 他們是既往的 所以這有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日本呢 一直到美國等兩粒 元祖堂 一粒是広島 一粒是娜 一粒是娜 等下去 等下去 日本受不了 這個元祖堂太厲害了 等下去 整個土地都受到 所以日本就接受 沒有叫導航 但是導航是導航 一個戰爭要結束 就是要有一個和平教育 這個日本跟民軍的戰爭呢 一直到一九五年 一九五年 遷屬一個古金山河遊 這個古金山河遊 在一九五年開始生效 所以一九五年以前 台灣 遊玩是日本的領土 我們遊玩是日本人 所以我們是一九五年 以前出席的 那時候就是日本人 但是古金山河遊 簽了之後 古金山河遊 其中一條呢 說日本 放棄台灣跟平和 這個 租款的管理 他沒有說他放棄租款 他說我對租款的一切管理 我放棄 所以等一下開始呢 台灣人呢 絕邊做 因為日本風氣了 所以我們 絕邊做 不是日本人 但是 不是日本人 你總是有一個處理 不能說這樣 我們不知道要變成什麼人 所以 這個古金山河遊 有四十八個國家 簽字 但是 四十八個國家裡面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中華民國 意思就是說 中華跟日本的戰爭 沒有結束 因為他們沒有簽 和平交友 所以 因為是這樣 所以在一九五年 年 那當時的中華民國 跟日本 又另外簽一個叫做 立法合友 叫做台北合友 就是這兩個國家簽的 所以在一九五年 的立法合友 裡面 就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一九四五年 那個時點 在台灣頂管 這裡的台灣人 跟他後的子孫 被看作是 中華民國籍 所以 我們在一九五五年 哇 就變成中華民國籍 所以 歷史的演變 清國人 日本人 我們現在變成中華民國人 一直到 還在變 中華民國人 不是說這樣就是 但是到 到這個 離空 空人 哇 這經過很多年 這個 林志生 新生的 中華 有兩百多人 去告美國政府 哇 這台灣人去 告這個美國政府 政府 美國 就是世界享用的國家 哇 你敢去跟 告美國政府 這也很厲害 你告一個政府 你來有 成婚的那個 巴 你的論述 要正確 不然你是要怎麼告 你告一個 美國政府 在美國 歡迎告 你要簽美國律師 美國律師 是拿美金的 他不要拿你的新台北 所以不這麼貴 所以你如果沒有成婚巴 你不敢 所以就要告 告你是要怎麼告 主要是禁錮 古金山河油 因為你已經五年 有四十八個國家 跟日本簽古金山河油 這個河油裡面 說得很清楚 美國 是主要 對台灣 對台灣來講 美國是主要 佔領款國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台灣 主要佔領款國 他對台灣 就是他 是主要的佔領款國 所以 他對台灣 土地頂管的台灣人 他有義務 來照顧這些台灣人 他是主要 佔領款國 在台灣土地頂管的台灣人 本土的台灣人 應該享受 美國憲法的保護 他是這樣 這樣主張 憲法的保護是怎樣 就是說 像基本的 自由 靈款就是有遷律的自由 我有自由 流行的自由 意思就是說 欸 你美國要發這個 流行政政 給台灣人 不然我們要怎樣流行 所以 因為這樣 就告這個 美國法年 結果呢 經過帝昂法年一直告下去 拖三年 那些時間 一直到離空空九年 這個 這個 最高法年 做出一個破壞 這個 過程當然是 有一些故事 從這個過程開始 美國國務院派出來的律師 他說 這是政治問題 不是手法問題 你們 不可以告 法年報復 他說 說 大家來拚看看 所以 一直拖到離空空九年 最高法年 會碰我一個文 意思說 六十幾年來 台灣人 都生的活在 政治聯合裡面 六十幾年來 台灣沒有一個 一直喝茶的政府 這個政府 我們不去喝茶 再來呢 台灣六十幾年來 在國際社會上 沒有確定的地位 這跟我們說得清楚 台灣的狀況 就是這樣 但是呢 什麼人 有法度 對台灣 行輸諸款 這是政治問題 這不是手法問題 法年是這樣認定 說這不是手法問題 這超過我們手法的一個範圍 所以我們無法做出判斷 做出判斷 所以用這個判斷 就把它擱置了 所以這個判斷到這裡 就結束了 但是把我們支出一個方向 支出我們台灣的處境 支出我們台灣的地位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報告文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九百青 是無國色 美國也一直在跟我們說 你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也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 你就是無國色 你無國家 哪有國色 今天去 今天去找誰 不是 要去找誰 找誰 我們知道 兩天前 十一月去找他開始 美國 美國 給台灣 不用簽 他叫做 Visa waiver countries 就是不用簽的這個國家 裡面 台灣 怎麼算下去 全世界有三十七個國家 給他不用簽 現在 在網路上 很多人說 那不是不用簽 你也是要上網去 去Astar 去簽一些資料 所以這不是叫做不用簽 那 事實上 這就是不用簽 他的英文是 Visa waiver 就是 Main Visa 過去我們知道 要簽證 簽這個Visa 就是要拿Passport去 Passport的頂端 簽一個簽 跟他聲說 你簽證 進去美國 多久的時間 在多久以前 你要進去美國 有簽個簽 簽個字 現在沒有了 現在你就是上網 要簽一些資料 之後呢 他就會回答說 你可以進來 還是不能進來 這樣 進去之後呢 你就拿 中華民國一本 新的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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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呢 有一個晶片 他這個晶片呢 堆下去 海關的電腦 堆整這些資料 資料 如果確實 沒有做價錢的時候 他就讓你進去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最新的簽證 有沒有 有晶片嗎 有沒有 有晶片嗎 有沒有人 有晶片 你回去 他跟兵器來 看看 他裡面的國籍 是寫什麼 是不是寫Republic of China 還是寫台灣 因為你現在 要請這個 去美國的時候 你要做夢 去簽這個Asta 裡面 裡面有一些資料 你要簽 第一就是說 你要簽 你的 他們叫做Nationality 就是國籍 國籍 他要讓你簽台灣 因為37個國家 他們都列出來 裡面有一個台灣 你要簽台灣 但是37個國家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 只有台灣 所以你要簽台灣 第二 你出生的地 要簽台灣 然後 然後 你要簽這個 新聞證核 為什麼新聞證核 因為 我們的貨值資料 現在都在美國海關 所以他知道你的資料 所以需要這個晶片 然後呢 你就要有 E-mail的 address 有這個 E-mail的主機 你就要有這個 信用卡 你要 credit卡 還有付錢 有這些條件 之後呢 他就可以評估說 你可以進來 不行進來 現在讓你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 兩天前 十月初開始有效 你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坐飛機 去到美國 是拿 日本 中華民國貨值 貨值 貨值的頂端 的國籍 是寫什麼 我相信 日本貨值 我是 我還要舊的 沒有那個晶片 我相信 他的國籍 我還是寫中華民國 國籍 現在就是說 我做夢的時候 是寫台灣 我 貼的護照是寫中華民國 到底誰人在做家 誰人在唯一做文書 所以 現在 如果是 經過這些秋色 可以進去美國 就一些問題發生 你 你的護照是 中華民國 你的 美國海關接受 你這個護照 讓你進去 我們知道 一九七九年 有一個 台灣關係法 這就是 美國跟台灣 不是台灣 美國跟中華民國 長 一九 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時候 當時 有訂一個 台灣關係法 叫做 Relations Act 這台灣關係法 裡面 有說 但 一九七一年 正月初 開始 中華民國 不再叫做 中華民國 他叫做 統治統局 還是叫做 體力統局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抗台灣 他就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名 你現在拿這個 你不是中華民國 你讓他進去 你是不是 美國的官員 公開違反 美國的國內法 叫做台灣國內法 所以 我最近 有趣味說 到底是不是 有人已經這樣 入去 到底是怎麼 我真好奇 現在就是說 到底我們六十幾年來 都中華民國 還是國民黨在把我們統治 到底中華民國 是什麼外國 中華民國 我們知道 這歷史上 在說 他是 一九一二年 成立的 一九一二年 他怕得清國 他們叫做 提反萬青 怕得清國 就成立這個中華民國 在一九一二年 所以一九一二年 中華民國是一年 所以 中華民國跟社員 還是公圓是 差十一年 所以各位 那些 頭角上 裡面 要將 中華民國這個年代 要把它放掉 要把它買去 因為世界沒有這個中華民國 我們就要用公圓 你公圓 現在公圓 離空一二年 所以公圓跟中華民國差十一年 你如果 這個頭角上 回不去 你就加十一年 民國幾年加十一年 那就是公圓 所以一九一二年 中華民國成立了 成立的時候 當然是很亂 他沒有辦法 統一全中國 就開始到一九四一年 日本 日本接著這個中國 打中國 當然 四一年以前就開始了 一九三十幾年 日本就已經打到萬洲那邊去了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 這個太平洋戰爭 停戰之後 中華民國變成全身國 他打贏 他說他八年空前打贏 哇 很偉大 很開心 但是歷史 讓你開心 沒那麼久 他打贏了 在中國 的大陸裡面 開始來戰 中山洞跟國民洞 開始戰起來 正式打起來 打到一九四五 打到一九四九 我打四十五年 最好 共產黨打贏 打贏 在中華民國 打書 打書就是向小白 所以當時 中華民國的代理總統 李宗林 我打完之後 要走路 他走到美國 中華生 他這個財子 他不作總統 財子 財子 他走來台灣 當然是美國要救的 要走來台灣 所以一九四九年 中華民國在中國就不忘了 不忘了 你打輸就是小八人不忘了 所以早來台灣的這個政界省呢 在一九五空年 跟台灣這全國的同胞說 我要回來復刑事事 歷史是這樣寫的 意思就是我要回來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就等那開始一九五空年 變成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就是說 在中國一九四九年 不忘了中華民國 跟一九五空年在台灣 又挖起來中華民國 心情太重 這不一定 各位你看看 我們有一間公司在中國 這公司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公司的黨署長呢 是李宗林 但是他叫五空年呢 在台灣還成立一間公司 他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黨署長叫做中華盛 各位想看 這兩間公司有時候敢嗎 這兩間公司 是不是依賣相傳這樣繼續下來 不是咧 這不一樣 這兩間公司敢嗎 所以說中華民國已經有一百空年 這是二家二上的五 這是不一樣 那是他們在說的 所以到這個一九四五年 中華盛頓來到台灣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呢 在一九四五年 太平洋戰爭結束了 然後民軍馬卡莎的第一名令 要求中華盛領軍 以及Generissimo蔣介石 代表民軍來接受 在台灣的立軍的導航 所以那當時呢 中華盛領就派黨去 來接受台灣 所以一九四五年開始呢 中國還是中華民國 占領台灣 它是代表民軍 占領台灣 這個占領台灣之後呢 一直到四年後 一九四九年 就開始為中國 都沒有來台灣 他為中國都沒有來台灣 一九四九年的台灣 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等中國 走來日本的領土 這叫做流亡 你等一個國家 走去別的國家 這叫做流亡 所以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在國際上都成年 所有的中華民國 叫做中華台北 意思就是說 中國流亡在台北 中華台北 這個名字呢 不是中華台北開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前 就已經有了 法國給中國占領的時候 法國政府流亡在倫敦 他也叫做France London 就是法國政府流亡在倫敦 的一個國家 這個政府不是國家 所以中華台北的名字 是政客的 所以中華民國 原變到這個 一九四九年 會變成一個流亡的政府 以前是一個國家 現在還在這裡 變成流亡政府 但是他這個流亡政府的性格 會有完還在變 我們知道 離空 一空年 這個 有一個EQUA EQUA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叫做中華民國 要跟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一個和平交友 和尚無約這些關係 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政府 它是代表中國 你一個流亡政府 跟一個中國政府 簽這個和平交友 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再和你得罪了 我們來簽和平交友 所以 你就可以隨時回到中國 你就沒有再流亡了 所以中華民國這個流亡的性質 他看簽之後 他就沒有流亡了 他就不用流亡了 他就不用流亡了 他就跟他簽和平交友 所以 中華民國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軍難民的這個集團 在台灣 在你台灣 他不是流亡的性格 所以他只不過是一軍難民而已 這軍難民 在通在我們這裡 通在我們大家 所以我們實在是很幸運 這些難民在通在我們 我們特殊的台灣人 他們這些高級的難民通在 所以 現在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知道他是怎麼 他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一個立望政府 他是一個難民集團 所以 一個難民集團 每四年在台灣 辦一個所謂 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 我們台灣人在座 都很熱心 現在 我去公交 我去牛票 有錢出錢 有錢出錢 這包括我才來 我當時也這樣 四國去騎台英港 現在想起來都很好笑 你不對 你放一個難民集團 選什麼總統 沒有總統 你看阿嬤英九 他對中國的那邊 他也不敢說他總統 他說他是副長而已 其實他不是局長 是台灣統治當局的局長 他不是總統 所以各位 但是 每一四年的總統 拜託 不能去做好算 我們大廚 騎腳練手 不要插他們的總統 他們這裡立委的總統 我們不要插他的總統 這樣不是 國民黨好康 國民黨好康 全國都打開了 還不是 沒關係 全國都打開了 在國際上 標示 這個統治當局 沒有受到台灣住民的支持 他是一個揮發的統治當局 台灣人不想他支持 所以不想他支持 他在國際上 他沒辦法握 大家去插槍局 插到這樣 就噗噗噗 他說你看看 台灣人都很擁護 有出來選 你選不贏 所以他有正統性 所以這個正統性 只要說他沒有正統性 是我們台灣人 給他這個正統性 所以 現在開始 我們不要去插槍局 因為 這個槍局 是國民黨 六十幾年來 設計出來一套 一套體制 這套體制 槍局 他都穩穩就對了 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都市 都有理長 林長 一般都是在做什麼 就是在做這些工作 我們都知道 尤其都辦一個活動 都辦一個活動 都市以外 增開 就是鄉頂公所 就是都做這些東西 所以在台灣的選項 本身不是公平的一個選項 所以 但現在開始 各位 選項 不要在這裏心 不要在這裏心 現在 我們來講 一個政府和一個國家 是兩種關聯 政府會變 但是國家會變 我們知道 中國的歷史 最方便不要說 說得近的 譬如說民調 讓清調打倒 民調就不會夢了 清調就變成統治者 所以 所以這個政府 民調變成清調的政府 但是 它有緣叫做中國 也是市那 市那 清調 讓孫中山打倒 政府 但清調 變成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國家有緣叫做中國 國 一九四九年 中華民國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打倒 消滅 這個政府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的國家有緣叫做中國 國家沒有變 政府在變 所以 民進黨 你說中華民國 台灣 台灣 中華民國 這樣 我們死 這樣就是說 我們 將台灣 要送給 中華民共和國 不然你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 所以這是 很大的錯誤 你不能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這都是我們的 因為我打贏 我現在是 通理者 你這的 財產都是我的 這 很多例 在歐洲 那時候 所謂 中華民國的 大賽館 那些國家 跟生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歐洲 台西館的財產 包括不動産 全部都 中華人民共和國募收的 接收的 所以你現在 台灣的外匯存館 不敢用國家的名字 不敢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因為這樣下去 就是阿強的 我們的時間是九點還是九五十 我本來是說要留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來稍微對談一下 大家頭上來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問 今天坐在這裡 哇 有的高雄冰冬來 這樣沉裡條條 應該心肝裡面很多東西 很多疑問要問 我留一個五分鐘 好不好 五分鐘 各位 你想什麼 大家可以拿出來 讓我們來 給大家分量一下 告白一下 好嗎 來請問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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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問 我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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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作用 這個作用就是 標示說 在台灣 有兩種人 一種是奔託台灣人 一種是一九四九年 來台灣的中國人 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 他是中國借 我們是台灣借 這個新聞不一樣 這個 古金山豪佑 是要保護 本土台灣人 不是要保護中國人 所以 如果 如果 出事 金門媽祖 的人 去美國 簽證的時候 他 跟你說 你是 China 還是Chinese 你中國人 他不跟你說 台灣 所以我現在的 好景 他就是說 拿中國 民國 日本 的金門媽祖 人 他出生 在金門媽祖 他要簽 Exta Exta 的時候 他的出生 要寫下 寫下 寫下 台灣 就不對了 去到美國 堆不起來了 堆不起來 就不能進去 所以有這個差別 面前這個 新聞證的作用 是這樣不對 你如果辦新聞證的人坐 面前可能幾千塊而已 還有兩三千 你如果有四五萬的 哇 這美國就 會 勝任你這個 台灣人 會處理這個 台灣人 所以 面前就會說 很多人說 你美國怎麼不要動 不要來解決 台灣的問題 你台灣人 大家點點 來這裡 受訓的 跟面前也 三千四千人而已 你如果有多四萬的 四十萬的 這個力量 就非常大 美國 絕對就要處理台灣的問題 所以台灣問題 大家看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如果站出來 一個人站出來 這就是台灣人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你沒有這個東西 美國都說 北京都好洗好洗 我們維持現狀 這樣就好啊 我也好啊 但是他好 我們不好啊 我們沒有國賊 我們沒有政言 所以有這些問題 對 時間已經夠了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 來結束 來請問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當然是沒有那麼簡單 你說 一個政權 要變成另外一個政權 一個通體制 要變成另外一個通體制 到底會很亂 在一九四九年 中國 或是 走到一遍 走來台灣 這就有點亂 但是那當時 因為台灣人 受到日本的教育 不去亂 等到 他們做這些 叫做學生軍 來維持平衡的治安 但是現在不一樣 這個東西 要怎麼處理 中國的國民黨 這些高幹 還是這些高幹 這些人 他們絕對會低空 因為他們的財產 都是一隻 雖然他們的孩子 都送到美國 但是他們本身 在台灣也有很多財產 他們不會說 簡單說 我放棄了 我這樣 腳踩踩踩踩就走 不會 這要經過一段 的這個 刀精 這個刀精 要怎麼做 這個我也不知道 美國的時候 他要怎麼出手 這 可能美國比較知道 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說 你 要接金錢 你是要怎麼接金錢 當然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開始的是 兩鬼的一個政府 一個是 中華民國統帝統教 一個是民政府 等一下開始 但是我懷疑說 這樣 你有辦法抵你 一個 一個 這個土地 一個土地 中華買車 兩隻買的 一個是 王大兵 這個王爭兵 你是要怎麼打 這也是 還有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 但是 大家去思考 這個問題 到底要怎麼做 今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感謝各位 在這個 早上 還沒有什麼 多久 很不簡單 感謝大家 今天的課 直接來結束 感謝大家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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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